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知道韩国的第一大姓是什么吗 包括韩国民众喜爱的华冰纯手金炎儿 韩流明星金秀贤金泰西 姓金的人占韩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为什么姓金的人这么多 看了今天的报道就知道了 在机器人科技登峰造极的时代 机器人成为人类的最好帮手 不但能够代客服务 也可以在家当看护 机器人是不是真的无所不能 请看我们的报道 聪明可爱的海豚是人类的好朋友 但是香港的中华白海豚 却面临了生存危机 经济开发与生态保育 究竟能不能兼顾 跟着小主播一同去关心 士宇 你有跟你妈妈去过传统市场吗 没有 传统市场不都湿湿的脏脏的吗 怎么突然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上次我去参加了一个市场小学计划 还担任了菜饭的一日小店长 不但学会了精良的计算方式 更厉害的是那边的每一位老板 都是我们生活的导师呢 市场小学计划 你当小店长 这也太酷了吧 对啊 所谓的市场小学计划 就是将生活与教育结合在一起 透过跟不同世代的老朋友们相处互动 体验菜市场的乐趣 听起来好棒哦 这么难的经验 相信参加活动的小朋友 一定有很多收获 那当然咯 菜市场就像是寻宝市场一样 小吃者入宝山岂能空手而归呢 这里是台北市万华区的传统市场 新富和东山水街 两大市场串联了街道巷弄的繁华 市场里小贩的叫卖声死其比落 喧嚣热闹 但在这市场里 似乎有一股不寻常的气息哦 芹菜 芥菜 冲心菜 白菜心 A菜 你今天要买什么菜 大家好 我是小记者花永惠 别怀疑 我今天可是食服菜铺的一日小店长哦 不过你们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我会突然学起卖菜来了 而这些菜又要如何分辨 和如何招呼客人呢 告诉你们哦 这个菜市场可不一般哦 它里面可是有大学问的 别急别急 先卖个关子 赶快跟着我的脚步 你就知道了 诶 奇怪 市场里怎么忽然涌入 这么多小朋友啊 原来这些都是报名 市场小学计划的各项小店长啦 这个活动是由台北市都市更新处 与都市项目City East 一同策划 结合生活与教育 让小朋友接触不同世代的老朋友 学习当一日小店长 体验市场乐趣 这拔下来的就不会卖 就要卖啊 就整理成这样 它是我的食服菜铺伙伴 负责切菜整理菜 看它有模有样 拿起菜刀来架势十足 是不是很厉害呢 而我的工作呢 就是负责招呼客人 好 这样是九十五块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市场里最常出现的金两 到底要怎么算呢 这可是有学问的呢 听听看老板神速算法的小佩帽 村总市场是用台金算 那一般都是用公斤算 公斤是十斤位的很好算 那台金的话是十六斤位 十六斤位的呢 我们这个秤呢 我们原则上就是二文化 把它分成一半就四分之一这样子 它菜只要一放在那个秤上 它价钱就出来了 好厉害 老板说这是熟能生巧 每天做就习惯啦 看着老板亲切地对待每一位客人 认真看待自己的工作 这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哦 这个小朋友是第一次当小店长 那你觉得有什么当老板的秘诀 可以教给他们 秘诀哦 第一个要热忱啦 第二要专业 然后第三个要有笑容 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要知道 你摆在面前的菜不是现成就是这样子的 要经过幕后有很多辛苦的过程 才能够呈现在每个客人的眼前 这各种的道理哦 你可以慢慢慢慢去体会跟揣摩 你当一日店长你有什么感觉 很好玩很有趣 先是客人有时候不会煮 会像你买 要跟你说要怎么煮 然后呢你要跟他说 像白菜要配姜啊 A菜要配蒜啊 然后呢 要称分辨一斤一两 几斤几两啊 我们大部分是到超级市场 对那上面的价格都已经标价好了 那比较难得到那个传统市场来 老板跟他说 早上两点半就要起床去市场披货 那是一个蛮辛苦的工作 然后他会知道说 这菜得来不易 要把菜吃光光 十福菜铺见证了幸福市场 八十年的历史 现在由第二代的阿嬷 和第三代的黄老板 共同经营 他们亲切的笑容 让客人与商家 不再只有买卖关系 也成了好朋友 你们知道吗 今天除了我是小店长之外 还有其他单位 也有小朋友店长哦 不如我们现在 就赶快跟他们去打招呼吧 正营六十年的新独花店 也是市场中的老店家 老板说买花是一种缘分 希望把好缘分分享给小店长们 做生意哦 那你管我把两盆都包起来 没关系 那稍等一下 好 谢谢你 然后我就说 好 那我先跟你收一百块 那我先跟你收一百块 这个是专业的 好 花店姐姐细心指导小店长们 认识花的种类 以及照顾花的技巧 这个 是大家 比较知道的 就是我们都称叫香水百合 好 那你看香水百合的部分 你看它的花 好 非常的洁白 它是完全是白色的 而且你看它的花 跟我手一样大 比你的手还大 对对对 花店除了卖花之外 也会提供绑花服务 当然我也要向姐姐 学学起这种技巧了 这样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最后要定型的 之前还要再先调整过一次 因为你就这样放着 调整一下看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还需要注意的地方 这样子 对 好 剪刀 剪刀 对 好 那我们开心吗 耶 完成了 完成了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 市场小学实在太酷了呢 结束花店的实习之后 大家接下来学包饺子 好厉害 现在包比较多了 馅 对不对 可以用比较多 对 哇 对 好 好 那看你看这什么颜色 来到这边我觉得很好玩 这样子的话 如果学到包水饺的话 我这样子回家就可以包给妈妈 和佳伦一起吃 哇 水饺看起来好香 好好吃哦 不对不对 重点在小店长们包的水饺 卖相满分 好吃当然不用说啦 看钱来购买的客人 这么捧场你就知道啦 我们有让小朋友到店家 去体验一日小店长的活动 那我们有跟菜摊老板学习 怎么卖菜 怎么做一些蔬果的处理 那还有到花店去学习一些绑花 或者是插花的知识 那也有到水饺店去体验包水饺 有些店家我们有跟他们合作 是英语教学 对 可以在店面摊位上 看到一些小小英文单字 那小朋友们可以拿着 我们市场教室所做的学习单 然后去算是像寻宝一样 去找到这些英文单字 那就会问店家说 这是什么食材 他们可以学到一些 可能像食材的内容啊 或是他们古早的名字 寻宝出让务咯 出发总是要有个方向 先到传统小菜摊饭看看咯 阿姨 这里是芭蕾对不对 对 对 好 芭蕾 瓜法 莲雾 Bell fruit 豆干 Dried bean curd 市场学英语 跳脱课本 把教育落实在生活中 不但让学习变得更有趣 也让小朋友了解平常爸爸妈妈 如何上菜市场买菜 和各行各业的辛苦 今天来到亲子市场 担任一日小店长 我觉得很新奇 也让我感受到了 菜市场浓浓的人情味 透过这个活动 让小朋友们亲自走入菜市场 体验卖菜的乐趣 以后爸爸妈妈 也可以带着小朋友 大手牵小手 一起买菜去 世界上大多数的人 都跟我们一样 有名有姓 不过事宇 在日本有一种人没有姓氏 你知道是谁吗 会有人没有姓 是谁 答案就是日本天皇 因为自古以来 日本的天皇与皇室 就被认为是天神的后代 所以他们都只有名字 没有姓氏了 真的 直到现在还这样子 对 而且古早时候的日本人 也都没有姓 因为人民的姓 是天皇的恩赐 所以只有像是武士 贵族或是一些大人物 才可以拥有 一般的人民都只有名字 没有姓氏的啦 只有名字 这样子不是很容易搞混吗 对啊 所以到了1875年 日本名字为新的时候 为了制作户籍 方便来征兵征税 日本的名字天皇就颁布了 苗字必称令 规定凡国民必须起姓 所以日本人民 才赶紧替自己取了姓氏 像是住在稻田边的人 就姓田边田中 住在河边的人 就叫做渡边川口 哇 真的好有趣哦 没想到日本人有姓 只是这一百年间的事 对啊 而且不止日本人哦 就连韩国人 也是近期才有姓的 根据统计 金是韩国的第一大姓 占了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呢 姓金的人这么多 为什么啊 想知道为什么 就一起去韩国看看吧 金秀贤 金年儿 金泰西 金中国 人气韩星 已自排开 就有一大堆人姓金 根据统计 金是南韩第一大姓 在南韩五千万人口中 就有一千万人口姓金 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除了人口最多的金 排名第二的蒲 还有第三名的李 这三大姓就占了 南韩全国一半的人口 为什么南韩的姓 是这么集中 其实 这跟过去的封建制度有关 早期的韩国跟日本一样 老百姓都没有姓 在西元十世纪的高丽王朝 只有朝廷大臣 才能获得君王赐姓 想参加科举的文人 也必须要有姓才能报考 后来一些经商成功的中产阶级 为了改变身份地位 透过买官来取得姓氏 当时上流社会最多的姓氏 就是金、李、蒲、张与催 到了十九世纪 朝鲜废除阶级制度 百姓获得选择姓氏的权利 为了掩饰平民背景 大家大多选择金、蒲 这些贵族的姓氏 也因此让这些姓氏 成为今日南韩社会的主流 七十一岁的金城元 是十七世纪儒学大师金长生的后代 在延山这座金氏的士族村里 姓金的就有一百三十户 代代相存的族仆 他至今仍好好保存着 相当注重传统的金城元说 因为他的曾祖父、祖父 都住过这间房子 所以他从未想过离开家乡 一般来说 士族村的居民到都是名门之后 祖先不是王公贵族 这是当年大观险要 村里的人除了严守礼法 也会定期祭拜祖先 慎重追悦 过去 对于重视家庭倫理的韩国人来说 同性聚集在一起的士族村非常兴旺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 士族村渐渐没落 不是年轻人为了生活离开小镇 就是像坡州村一样被外来人口冲击 现在一是只站这里的三成人口 庆幸的是大家感情依旧紧紧密 但是根据统计 外国人入籍南韩金 礼这几个大姓 依旧是人们的第一选择 这些过去象征崇高地位的姓氏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该怎么办呢 勇慧 你怎么爱声探窃呢 因为我的爷爷奶奶自己住在花莲的山上 虽然他们现在身体还很硬朗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别担心 也许过不久后就有机器人能帮得上忙 机器人 他们会帮忙照顾老人家吗 他们会的可多了 在日本有一批Pepper仿真机器人 不但为跳舞还能当看护呢 而且他们也懂得表达情绪哦 哇 这么厉害啊 没错 赶快一起到日本走一趟就知道了哦 他是日本仿真机器人Pepper 瞧 他跳舞的模样是不是很可爱呢 Pepper机器人似乎跟人没什么两样 他可是有情绪反应的哦 2015年第一批Pepper仿真机器人问世 过去六个月已经售出了六千套 设计者希望Pepper能成为人类最好的伙伴 而日本电信大亨软银在2016年3月 开设全球第一间由机器人打理的门市 所有业务交由机器人全权处理 日本人口快速老化 据统计每年有十万名上班族 为了照顾家中的长辈而离职 对于机器人的需求也逐渐明显 而主要来自于企业和家庭 原因来自企业因应劳动力的短缺和人力成本 走上改采雇佣机器人当员工的趋势 而一般家庭也会因为家里有需要照顾的长辈 采用机器人来代替看护 机器人科技在未来 不但可以成为高龄化社会家中照护的一环 要完全取代人类的服务业 也可能势在必行 穿上古典和服的地平爱子 在东京百货公司接待人来人往的购物人潮 他其实是一个人形机器人 看起来是不是跟人一样呢 来到长崎饭店 一走进柜台赫然发现 柜台人员竟然是一只会说话的恐龙 这是一家机器人饭店 从入住到退房全部交给机器人一手包办 行李就交给会直接送到房门口的自动行李车 控制灯光和气象预报 就交给室内的机器人娃娃 小小的手机机器人 能够像玩偶一样放在口袋里 不过手机该有的功能 像是拍照 上网 脸部辨识 语音辨识等 它都有哦 雕炼此水性的膝盐 是选的 人员地居环一屈 груп一广是例目的 手机机器人会说话 会走路 头上还有一个小小的投影机 用来显示照片和影片 真的是科幻感十足 瞧他跳舞的模样 是不是让你忘了 他其实是一只手机呢 看完这些机器人 是不是觉得他们很可爱呢 在科技登峰造极的时代 机器人与人类合作 不再是天方野谭 说到香港一般人都会想到 购物 购物 还有车水满翁的景象 不过他们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赏金 在大海山附近的海域 经常会有粉红海豚 也就是俗称的中华白海豚出没 他们是香港的吉祥物之一 但现在却因为人为的开发 面临了生存的危机 大家仔细看 人方的海面上 有一抹粉红色的身影 若隐若现浮出水面 他们是香港吉祥物之一 中华白海豚 中华白海豚主要吸息在香港大雨山西部海域 虽然被称为白海豚 不过在他们小时候身体其实是深灰色 随着年龄增长 颜色会逐渐变淡 成为粉红色 为了一睹白海豚的风采 在香港大雨山的大澳渔村 搭乘小船出海赏鸡豚 成为当地一项热门的观光活动 不过在香港附近海域 海豚数量逐年锐减 目前只剩下大约60只 白海豚消失的原因就在 因为香港的面积只有1100平方公里 为了扩大国土建设 田海造路等 开发计划影响白海豚的生存危机 其中是辣角机场扩建计划 田海造路的面积高达650公顷 恰巧规划跑道的所在地 是海豚热门的7地 除了工程建设之外 工程进行时 造成的噪音和水质污染 也会间接影响海豚的生活环境 因此引发动保人士高度的关注 如果经济开发的代价 是牺牲其他物种的生存权 究竟该如何抉择呢 如何兼顾发展与保育 值得人类深思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主播看天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快快快 拿出你心中的爱 爱爱爱 爱把我们炼起来 来来来 会得人全说声嗨 嗨嗨嗨 回散热情最痛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